中国围台大军演进入第二天 而小三通的船还是斑斑爆满的 可以看到月台人稠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随着中国的海警团多次进入金马 现实水域之后还是可以发现 其实民众开始有担忧的状况 而金门国军们更是不敢看到松懈 不敢大意 为了应变前线的突发状况 今天上午在海龙快艇也在廖罗湾码头 进行例行性的操演 中国围台军演第二天 小三通的船还是斑斑爆满 旅客来来往往行李大包小包 人潮丝毫不受影响 只不过随着中国海警船多次进入金马 限制海域也让外岛的气氛出现变化 中国军方在海上频频执行军事演练 而我们实际来到小三通的等船月台 也可以看到许多民众脸型是非常的惊恐 是有一些担心 从如今月台望过去 中国的旅客行李和穿着都很轻便 却感受不到轻松的心情 不过也有些旅客对现在的情况 一点都不担心 应该不至于 我相信军演的话 不至于说影响我们那个正常 或是说一般百姓的一些生活 因为都是九成以上 所以我们前一班 后普的人数都只有客位数 大概近来大概也有六七成 两岸往来热闹 不只是观光 军事上也让国军绷尽神经 直接海巡署的船只停靠在 廖罗湾码头 阿兵哥忙前忙后 将需要的装备全部放上船 24号上午金门的海龙快艇 照常例行性操练 随时戒备就为了应变前线的 突发状况 做足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